今天要錄的 自言自語的題目是什麼呢 看到老師用鱷魚的產品 商品鼓勵小朋友 其中有沒有讓我最感動的一件事 或是畫面 其實每一次的錄斑 或是每一次網路上的分享 我都會看到很多感人的畫面 我都會在螢幕前面發出不可思議的讚嘆 但是其中有三個 就是有三件事情讓我想就可以想到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老師他放棄他最喜歡的皮卡丘 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創作用鱷魚布置教室 而且每個節日都會因應那個節日做教室布置的改裝 什麼聖誕節啊 啊什麼新年啊 什麼母親節啊 什麼教師節反正 他聽說以前他的教室我是沒有遇到啦 都是日本來的啦 皮卡丘那種就是 他自己也有在玩寶可夢 然後他還會帶他們班上的小朋友去練那個 畫鱷魚那個明暗還有寫他那個柔惠筆的字 對 我每次都覺得他的教室真的是很浮誇 也很 很讓人家要讚嘆驚豔 那這是 第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 好 第二個是有一次入班啊 有一個二年級的小朋友啊 就是 全班都很安靜 然後我要離開了 收好要走的時候 我走到那個教室門口 他突然跑出來 然後手上拿了一個塑膠的那個 黃色的寶石 對 他就塑膠的石頭就對了 那小朋友就很喜歡收集那閃亮那樣東西 然後他就這樣子拿給我 我以為是糖果你知道嗎 他說二一先生這個給你 謝謝你來我們班說故事 這也是讓我很印象深刻的 就是一個小女生 但是他在聽故事的過程啊 我入班的時候是很安靜的 好 那我覺得小朋友反應這是很直接 然後也很坦率的 好 然後呢 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有一次已經接近中午了 那剛好那一節課是排在中午11點 那 講完之後呢 就是 小朋友要拿營養午餐要吃飯了 那結果呢 我就也參與嘛 我就被邀請留下來一起吃那個 營養午餐 大家營養午餐都要用隔板這樣子 那整個都兵荒馬亂 大家都很忙這樣子 有的就是還沒吃完就一直跑過來 有的是吃到一半就跑過來 有的是 一吃完就馬上跑過來 就一直圍著我我坐在他們教室後面 就一直要拿著他們的娃娃啦 然後小朋友潛移默化 而不是那一些日本來的什麼鬼滅之刃啊 角落生物啊 然後我就想到說 啊 原來 我們做的這些事情默默的都有在 影響著下一代或是 協助老師幫老師加分這樣 那不敢說 全部 但是這些老師一直都分佈在全台灣各地這樣 那我覺得 國小階段哪是最懵懵懂懂的 如果我小時候的老師啊也這樣子 請一個作者到我們班上 講故事給我聽我想對我現在 走設計創意創作這條路啊一定會很 潛移默化很根深蒂固然後我一定會永遠記得我的那個老師 比 國外來的這一些 還重要因為鬼滅之刃不可能到你們班上去說故事嗎 所以我至少呢 動漫 沒有但是我還可以做 這件事情是他們做不到的 好這是我要回答的是三件 好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好 還有第二題 鱷魚先生 常常鼓勵小朋友 我都鼓勵小朋友鼓勵老師那誰來鼓勵我 因為小朋友現在小朋友都缺乏自信嘛 需要鼓勵 鼓勵老師 有的老師他是 還沒有上岸 還沒有成為正式老師之前 他也是很鞠躬盡脆 然後甚至 每年都要重新 招聘什麼的 那也很周車勞頓 那因為我是成人啊 我是大人嘛 所以我的那個 回答要成熟一點 以下是成熟的回答 我覺得啊 需要被鼓勵的人的 靈魂 都是比較 我講的比較客氣 自嫩 就是比較幼稚一點 就是他的靈魂是很脆弱的 就像我們現在對小朋友一樣 低年級中年級高年級 其實都有不一樣階段 他們 需要被鼓勵的方式也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成熟度不夠 有些大人還是很幼稚喔 他那些那個小孩還是沒有被安置好 所以大部分的人為什麼到成為了家長成為了父母 或是到了四五十歲六七十歲都還是很需要被鼓勵被支持 就像我也是需要的 可是呢 我現在回想起來啊 就是 如果你 你不夠成熟你腦袋空空的你每天都等著別人 去鼓勵你 支持你 或是給你說好話給你掌聲的時候你才有動力 那其實就代表你 真是缺乏太多的自信 這個應該是從小的時候就 欠缺的 我很慶幸我在我很年輕二十幾歲的時候來台北 我十九歲就來台北了 所以我很年輕的時候就把自己丟在台北 讓自己去重新學習 從五開始 那時候我很幸運我的主管 就灌輸我一個觀念 就是要大量的閱讀 大量的看新鮮的展覽 新鮮的事物 大量的去思考 或是大量的培養新的技能 跟第二專長 像那時候的主管他就常常在講什麼真空管 到現在我也不玩真空管 那我就去學植物 我去學木工 我去學陶土 你在學這些新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你就不會鑽牛角尖嘛 你腦袋就不會空空的 因為你一直在塞東西 大量閱讀的時候 你不會的東西都在書裡面找答案的時候 你腦袋就不會空掉嘛 那你就沒有時間 去想那些低潮難過傷心的事情 會讓自己更勇敢一點 負面情緒也會比較容易 很快的被代謝掉 那所以 我覺得 在傷心難過或是低潮的時候呢 我不會去期待別人的掌聲 或是別人一定要來鼓勵我 然後我才 有動力去做 去學 去想 那我覺得 人都是 每個階段都需要 學新的東西 去刺激自己 那 所以 我有時候是書鼓勵了我 有一本很好的書鼓勵了我 有可能是一棵很漂亮的植物 鼓勵了我 有可能是 一件有趣的 技能 新的展覽 我在展覽裡面我受到感動 我看電影 看紀錄片 裡面有一個橋段 有一個回收的 老人 公益的 事情 或是一個 有殘缺的小孩 或是 他的家庭 很 破碎 很可憐 我都會從裡面 去感受到 他是這樣子的 方式去 生活著 創作著 那我就會被他影響 我的 注意力 我的負面情緒 就會被影響 被平衡掉 所以呢 倒不是說 一定要誰來鼓勵我 然後 反而是這些 生活周遭 你我他 大家都 會遇到的 事情 習慣這樣子 去累積 豐富你的生活經驗 好 以上呢 是我用成熟大人的角度 回答的 這個題目 因為這一題 比較 大一點 好 然後 也歡迎大家 訂閱 然後 留言 太早了 沒關係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